他提出一个观点 你看 学习儿童的词汇数不断增加 词汇的内容不断丰富 词内的范围不断扩大 从言语实践中 足不掌握语法结构 言语表达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 从外部言语 外部言语就是有声 那个说话 有声言语 足不相内部言语 内部言语就是什么 思维呢 内部的言语 就是无声的通过思维来表达了 就国度 并有可能初步掌握书面言语 初步能够掌握书面言语 孩子几岁啊 两岁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讲从十二岁多两岁多都可以啊 心理学家说的 还不是我这个教心理学 教教育学生老师说的 是吧 是吧 有电脑早上可能也没吃饭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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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这个资料太多了 这个电脑里面 著名教育心理学家 潘淑 教育心理学 大家听到啊 前面有一个两个词 前面是儿童心理学 潘淑 是中国教育心理学的 最高水平的心理学家 叫做潘淑 我们读教育心理学 就必须 他的就是 瘸位 他这么说啊 大量朗读 可以保持儿童的注意力稳定 大量的朗读经典 可以保持儿童注意力稳定 你看我们读经典 最大的好处在这里 那些跳北的学生 只要读了一两个月经典 他们慢慢就坐下来了 是吧 我们在座的这么多 台湾 香港 我们整个大陆的 高经典心理学 你看都有这个道理 过去我们都是在盲目 人家讲我们经典不好 我们没有话说 说不出 不能说服人家 是吧 你把这个一看 教育局长和校长和社会 所有的人 经理学家 你去查一查 潘淑 进行思维和理解内容 并获得有效的记忆 你看 第二点 第二个观点 背诵时 俗集教材 提高 是 应该有一个是 是提高语文学习质量的 重要手段之一 背诵 背诵 树集教材 背诵经典 是提高语文学习质量的 重要手段之一 现在我们的读经典 我是总结了两句话 经典 学习经典 是学习语文的最最好的途径和方法 是最重要 最有价值的语文教学内容 经典 叫做什么 我们用一句话 叫深度文化 深度文化 最高品质的文学 你看 你看哪 你学语文 学什么 圣邪的经典 中国历代 最优秀的语文作品 你读了这些东西 一片能等于一万片 所以 中国有一句话 大家把这句话 要记下来的 一部经典 胜过一万部杂书 记了没有啊 一部经典 能胜过一万部杂书 一万部杂书 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 读了好多好多书 当不得一部经典 是吧 所以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读了没用 当不得我们读一部 我就讲 只要我们中国人啊 每个中国人读好五部经典 学问就不得了了 还不要讲读 五十部五百部 男老师讲要五千部 是吧 那个水平就太高了 是吧 五部就不得了了 我最后要给大家讲 最好要读好五部经典 你看他讲了 在语文教学中 背诵对于巩固支持 加深理解课文 提高读学能力 助近记忆力的发展 均有积极的独特的作用 现在你可以回去 给老师讲课 给家长讲课 一句一句讲 有没有作用啊 心理学家讲的 这个 我们把这个资料都考给你们了 那么回去 是吧 还有 还有资料 是吧 第三条你看 在学生反复的背诵过程中 后面我们讲 昨天我们易老师也讲了嘛 读书很简单 你读 怎么读啊 反复读 反反复读 读多了就懂了 读多了就记了 这是很简单 就只一个读 要背吗 读多了就背 如果背不得东西啊 这个学生不可能 好做好成绩的 他将来也不可能运用的 运用什么 运用空气 是吧 脑子里没有装夹东西 没有把东西编码编进去 儲存进去 这么累学习 这么工作 这么当老师 是吧 这么写文章 这么运用 首先要保证大脑 除成东西 大脑现在只用了多少呢 这是我们心理学家研究的 现在我们人类的大脑 只用了4% 看我们在座的检查 你的大脑用了多少呢 96%的大脑的睡大觉 记住吗 把这句话要记住 全世界心理学家研究的 结果 现在全人类大脑只用了4% 96%的大脑 人睡大觉 我们有些可能就不知4%了 这个只讲平均数了 是吧 我们有些可能用了30% 有些可能用了70% 但是平均 但是平均全世界的人的大脑 平均只用了4% 这个观点很重要啊 说人的大脑 全能巨大的 因为我是也就心理学的 军美学心理学 感谢观看 有些人的大脑 还有些人的大脑 是 有些人的大脑